主席 吴主委 孫副主委 国民会的各位主管 各位委员同仁 媒体朋友 可以请吴主委答寻好吗 请吴主委 丁委您好 吴主委您好 本席非常高兴 就在去年完成的修法的41条 罚销售额的十分之一 本席所提案的 另外一个是35条之一 就是所谓的宽数政策 罚锐反条款 在这次公平会在 对待这些 酒家民营电厂违反 这个售价太高的时候 都用得上 那我想请问 你才罚了63.2亿 为什么不罚十分之一呢 只罚5%而已 这个当时我们在委员会 其实从 2%到 10%都有 不同的委员来 主张啦 所以最多的共识是5% 对 最后我们是 那我想请问一下 他们现在缴了没 我们是罚6%不是5% 6% 对 另外有几家减的关系 因为其他减的关系 额度看起来好像是5 其实我们是罚了6 那几家减也是 你们是用这个35条之一 本席所提案的 国理反条款嘛 对不对 那我请问一下 现在他们缴了没有 他们有申请分期付款 申请分期付款 对 分多少期 60期 60期 这是依法是可以的 可以依法是可以这样子申请 那你们准不准呢 我们有分期付款的这个 这个办法 是整个行政执行 行政执行署就有这样子一个办法 要分60期 是 60个月来缴 应该是60个月吧 是是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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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话 他们还要宿院 那他又分期 那事实上基本上 你罚不到了吗 这样子 不会啊 他如果宿院输 他还是都要缴清 照到来讲 宿院之前他也要 他也要先强制执行嘛 对对 你们也可以先强制执行嘛 对不对 只不然他现在申请分期 那你们是得 得允许还是应允许 那是得案因子间啊 对不对 这个行政执行署 这个行政执行署 有分期的办法 哦 有分期的办法 那他只要符合规定 他就可以跟行政执行署那边 就可以分期缴纳 但是他的宿院 不停止他的执行 好的 我知道 这一点我知道 那总之 非常非常这个 也也也恭喜你 能够有这样的破例决心 给我们这个工具 是 那本席另外一个提案 也给你们工具啊 就是有关于27条之二 就是赋予你们公平会啊 有这个搜索扣押之权啊 那现在 你们有没有进行强烈的协调 这个 这个当初好像有一点法务部 好像有一点本位主义 现在他们也不反对了嘛 后来对 我们后来在行政院里 我们积极的争取 那在院里面也最后得到 行政院的这个支持 现在在我们地方已经通过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请教这个 跟主席啊 这个主席啊 主席 又吃东西又看报纸 不赚心 主席啊 现在这个案子 我们都通过 唯一反对是民进党 从前面两个条文的印证啊 本席是有先见之明的 而且是用功的 有远见的 那这条也是很重要的条文啊 国外 对于这个反托拉斯的相关的机构 都有这样子相关的权限 是不是主席啊也能够协调一下你们民进党能够不要再反对 能够记忆 因为你在咨询主席 不是 我是请主席注意这个事情啊 好不好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当然会好好研究 现在为止两次都是民进党反对 好 现在所以说还没有办法交付我们这个院会这个进行二读三读 嗯 这部分是不是 我们会尽力来来做一个协调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接着我要请教这个吴主委啊 是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抗议苹果维修服务跟这个世界两套标准啊 苹果执行长库克啊 马上就向大陆道歉 而且从四月开始啊 就更改他的这个服务条款啊 但是我们看到苹果对于台湾的这个维修服务更不公平啊 那Apple的产品硬体虽然是一年啊 这个所谓的保固啊 但是除非你的产品是在买的当下 好 拆封的时候发生有瑕疵 好 损坏 你才能够更换 你只要一带走了 就不能够更换了 所以说他原来里面讲说以换代修 整机换新 这些维修服务这种情形在台湾根本就没有 这一点有没有违反公平交易法 这一点的话我目前想初步来看 因为公平法是国内法嘛 国内法 我们公平法上是有一个差别待遇 对啊差别待遇啊 还有商品标示不实也是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有关21条在商品或其广告上 为虚伪不实 引人错误之表示或表征 这个都是商品标示 那他这个里面他讲说有他的维修式 是整机换新以换代修 那他显然在台湾没有嘛 商品标示的部分比较单纯啊 如果商品标示法可以处理 那他是特别法 如果商品标示法不能处理 公平法也可以处理 对啊按照你们的21条你们也可以处理啊 那你们现在准备采取怎么样的处理措施 呃这个我们再研究一下 看是不是有公平法的适用 呃可能要研究一下 另外那个差别待遇的部分 因为他是做的是国际的差别待遇 所以这一点有没有公平法适用可能要再 怎么会没有呢21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21条是不识广告 是不识广告 虚伪不识啊 以换代修整机换新 是是是 对不对 如果是广告 有广告的话 那我是觉得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政府很强硬 啊所以说马上他们就有不同的这个服务 啊当然他们市场也大了 所以我们的政府也不能够视而不见啊 对不对 这部分希望来我们来研究看看 你们进行调查 是是是 进行调查看看 对不是研究进行调查 对好不好 接着我我请问一下 像米粉这个事情啊 米的含量啊严重的不足啊 这个也是被消息会踢爆了以后啊 啊这个标准检验局来讲 必须要含米百分之五十以上 他们现在都严重的不足 这个也违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条啊 他这个虽然是属于这个食品卫生 安全卫生跟卫生署的这个使管局业务有关 可是也直接跟公平交易委员会的业务不可分啊 对不对 也违反公平交易法二十一条啊 是但是这个因为有特别法 又是普通法 他是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 那卫生署已经介入这个案子 可是公平法第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里面 他也违反啊 对 在商品或其广告上等为虚伪不实 或引人错误之表示 但是依照中央法规标准法呢 特别法要优于普通 对我们看到说 孙副主委针究这个事情 好像说要协调我们的经济部 协调相关单位 呃卫生署 也要进行 呃进一步的这个了解嘛 那你们现在了解情形是怎么样 就是卫生署已经介入这个案子 已经介入这个案子 是是是是他们有在裁罚了吗 是是就是有在调查要处理 有在调查在裁罚 那我觉得我想请问你啊 是这个 我们看到公平会啊 这个调查立案调查的民生物资有24项 但是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所监控的重要17项民生物资里面啊 有10项啊 是不在你公平会前阶24项的调查的调查价范围的 所以说你公平会啊 这而且这10项都包括什么呢 包括米 包括面粉 包括酱油 沙拉油 鲜奶 吐司 面包 清洁剂 卫生纸 沐浴精 肥皂 牙膏 牙粉 这些都是真正的 这个跟民生有关的 相对的你们什么调查 汽车啦 槟榔啦 呃 什么这些东西啊 他还不是这么直接的民生有关的 难怪你们的查价的结果 说民生有没有涨价 跟民众的这个认知啊 有落差 像现在李锦记 这个蒜蓉辣椒酱 1890块钱一罐 现在120多块钱一罐 像这些都是民生物资啊 对不对 那这些我们刚刚所讲的 你们你们的查价的 这民生物资跟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所监控的17项重要民生物资 不同 而且那些重要民生物资不在你们的查价范围里面 你们去查冰榔的价格谁每天吃冰榔啊 对不对 谁每天买汽车啊 那个是因为有人检举啦 对啊 可是那你们查也要查跟民生有关嘛 既然是你们监控调查民生物资 对不对 那就跟民生生活真的有关的 是是是 难怪你们的查价的结果跟这个民众的感受不一样 稳定物价小组所所所关注的我们也都有同时在关注啊 但是我们立案呢当然就是要依照个案他有没有违反公平交易法的事证 啊来判断所以两个不会完全吻合的 但是他们在稳定物价小组所关注的我们一定都会关注 可是你们这边也要同时同步进行啊 是我们是同步进行 好不好 也是进行调查 是是是 你们不能够都在我们之后立法也在立法院之后 然后这个调查也在这个各方这个民间团体啊 或者是舆论媒体报导之后 那这样的话公平会要多加油啊 是我们其实主动调查的案子也很多 那我再想请教一下啊 像我们现在很多医美啊 报纸媒体也都揭露啊 是是是 像医美这些优惠的价格在电视上做广告啊 说说这个价格啊 雷射标靶表白 这个什么进班课程 号称市价是十万两千 一家医美中心 可是他在网路上网过特价四千多块钱 可是事实上价差这么大 根本就不是事实啊 这个部分啊 因为也有那个医疗的规定 医疗法的规定 所以这个是卫生署来主管 那卫生署在主管 卫生署你们有没有协调 请他们也 我们跟卫生署之前有一个协调结论 那卫生署因为各县市 他都有卫生局 人力物力各方面都比我们充沛 我们有个协调结论 就是怎么样分配这个案件 那所以这个案件你们也注意到了 是我们有注意到 是不是也注意到 也反映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 像这个彭华南讲啊 说日货应该降价至少15% 是是是 那像你们说 你们也要针究这个事情 去查协调经济部 那查的结果呢 这个案子我们是有去去调查 然后也有去了解 有没有这些像这些化妆品 像这些汽车业 有没有联合这个相对的这个不降价 那我们曾经像 这个案子 这个彭总裁讲了之后 我们特别像 譬如说化妆品 汽车 电器 衣物等等 我们都有去了解 那我们的了解 基本上这些公司呢 他们认为说 整个价格的决定 不是只有日元这个变动 汇率变动一个因素 另外它的包装的成本 行销营运成本等等都不一 那我们也有注意到 有些部分 那些成本都是固定的成本 现在唯一变动的就是 这个日元 这个有这么多的这个贬值的幅度 那为什么不反应在价格上呢 而且它的半年的库存 早就已经消化完毕了 是是是 我们注意到有些产品 都已经开始降了 但是因为这个 不是我是觉得公民会在这方面 动作大一点 据约谈这个调查的时候 也跟厂商讲 有本席所提的三十五条之一 握力板条款 他如果坦白从宽 就可以宽恕 那这样的话 说不定更有助于破获 这个他们这个联合 不降价的这种行为 是我们对 我们未来在宣示的时候 可以特别强调这一点 好不好 在这方面真的 公民会强势一点 这个我们立法院都走在前面 然后媒体这个 消防团体都走在前面 那我们反映出来的事情 希望主委强势一点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定位